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足球 聊一下国足的现任队长吴希 其实关于与越南队的比赛 包括场上的躲球,包括在场下 被人拍到输球之后还喜笑 言开的与张林鹏进行合影 种种的这种行为的话都让吴希 在这一段时间成为中国男足失败的一个代名词 再加上此前接受这个海参广告采访时的一系的言论 使他无数的次的成为了国足 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嘲笑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 可以说这段时间一定是吴希职业生涯最艰难的一个时刻 那么今天2月19号也是吴希自己的33岁的生日 可能在他人生当中的33个生日里边 这个生日过的是最难的,也是最无畏杂陈的 那么作为中国足协的话 他在官网上也是庆祝了吴希的一个生日 那么这份庆祝词当中更多的 其实也是一份鼓励和赞扬他过往 在亚洲杯也好,施玉赛也好 为中国足球所做出的贡献 似乎是希望借此来抵消人们 对于国足队长的这种嘲讽和压力 同时的话呢 也附上了一句很有文采的话 对吧 足协在这个祝贺词里面 结尾处最后一段写道 不如意是长八九 可与人言不二三 这意思是非常的明显 就是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非常多 那么可以与他人去分享 可以说出背后原因的事情却很少 那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认为 吴希在这个躲球的背后 可能并不是他自己不够努力 或者说是真的是害怕 这个赢过来的球才去躲的 也许在场上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是我们球迷所不知道 也不能够跟球迷去说的 不管这个事情的结果 真的是不是如足协所说吧 但是吴希我相信 目前所承受的这段压力来看的话 也是非常的大的 而且足协在给这个吴希庆生的 这个动态下面 也是关闭了所有的评论 因为足协自己也非常清楚 在这个时候给吴希去庆祝生日 他们本身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通过足协 尤其是高层领导的这种关心 让吴希重新振作起来 但是也明白 一旦发出了这样的动态底下 大部分肯定也是一片漫马之声恨志 很多连这个当时苏宁的球迷 都未必会站在吴希这边 所以说也是关闭了评论 出于对吴希的一种保护吧 而同时的话呢 他也在最后写到 希望吴希在未来能够继续为中国足球做出贡献 在这片球场上奋斗 那这个话语也是非常明显 包括足协的这个动嘴是非常的明显 或许以吴希现在33岁的年龄 你说他要能够撑到下一届试育赛 这基本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情 但是2023年的亚洲杯 通过足协目前的表态来看 对于吴希的能力依然是认可的 对于吴希在球场上 所做出的这个躲球行为 也不会做过多的解释 或者说是处罚 那么在2023年的亚洲杯 包括接下来的两场十余赛 我预计吴希依然将会是中国男足的核心球员 哪怕是他不再担任这个队长的职务 在中国男足最近两年的这个核心比赛当中 吴希也绝对会是主力中场的存在 毕竟眼下的话 可能在整个中国足球范畴之内 同位置里边 想要找出一些比较优秀的球员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而足协现在也不打算去锻炼新人 所以说吴希将有可能会牢牢占据这个位置 至少要把持到明年的亚洲杯之前了 那不管这个决策是对还是错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作为球迷的话 你不可能用你的这种网上的言论 逼迫足协改变他的这种旨意 所以说那也就只能是 挫子里八大哥 希望吴希能够从这个困境当中走出来 争取在未来的中国这个比赛当中 利用自己在场上的一种表现 重新赢回球迷的心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